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帽子不错 我知道了 走了 你干吗 向总 小主编 非要搞成这样吗 一定要这样吗 老秦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公司 最不能得罪的三个人是谁啊 不是向洪雪 不是陈开义 不是向顶峰啊 你不信啊 全公司都知道的 你不信啊 李娜 你是公司最年轻的员工 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公司里 最不能得罪的三个人是谁 说话 说实话 不老说呀 你呢 别这样 别问了李娜 也不约来打架了 李娜说 李娜不要说 那我说 是我 赵欣 秦敏 为什么 因为我鲁冰冰小心眼 我小肚鸡肠 赵欣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秦敏 你 全公司所有的人的八卦 把柄全都在你手里 做事缜密 喜怒不心于色 你想干嘛 卢冰冰啊 你叫了我一声朋友 朋友啊 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听到过这个词了 我那瞎叫的 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已经听到心里了 全公司最不能得罪的三个人 一个已经走了 两个人还站在这里 老秦 你是不是 忘记你三年前是什么样子了 你忘记你是谁了是不是 可我还记得 你看你现在手里拿着一个箱子 太窝囊了 这不是你 这也不像你 不要搞事了 那就要搞 我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 既然这帮老大喜欢乱打王八拳 那我奉陪到底 我绝不认怂 雨晶晶 陈墨 在 把向庭峰给我叫回来 把向庭峰给我叫回来 老大 他假装没有听到我说话呀 那我是不是得让你们两个去吧 盛庄集团总部出版人向庭峰 给我叫过来叫到我面前 老陆 老陆你是不是疯了 他蛮帅的我 虎光母相看 相什么看呀 你就别忽悠他了 民警要走大家都不愿意的 你就别乱来了 你先别说了我就是疯了 但是我现在不想说话 我怕邪清 你找我 是 那其他人在这儿干吗呢 都不用上班了 盛庄都快办不下去了 还上什么班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八年前我跟陈开一 还有清明一起加入盛庄 那个时候 陈开一的公号是002 清明是005 我是006 整个公司只有九个人 我们在 西五环外的一个 统子楼里工作 一整层 和一个报社一起用 报社占三分之二 我们占三分之一 清明 原来在很多家公司 干过HR 很多家 对了你还客死过三家公司 其中有一家 就是最后一家 他眼见从千亿市值 一直到破产 我们都叫清明 叫天煞孤星啊 他跟陈开一说 盛庄是他最后一战 如果盛庄也倒闭了 他将永远不会踏进职场 那个时候的盛庄是最难的 一个月 只卖出去三本杂志 这三本杂志是我们自己买的 一人买一本 但是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 为了生存 为了活下来 陈开一一个月 跑坏两双鞋 秦敏根本没有空做HR的工作 天天陪着我陪客户 拉广告 天天喝酒 下到魏出去 大出去 他差点死在医院 知不知道他醒来第一句话是什么 客户搞定了没有 我说搞定了 这就是盛庄第一笔二十万 是秦敏用命还来的 你说你有什么资格不打开除 你有什么资格啊 你说完了 我不管你跟小红学员 还一斗来斗去斗什么 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心智图明 但是老秦 他是我的朋友啊 他是我这八年在盛庄 唯一的朋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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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进去 再过一次机会 好吗 等会儿教训你一下 好 等会儿 好 等会儿 好 等会儿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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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我跳 你不会玩瞎成什么呀 我觉得我挺会玩的 挺会玩的 你知道我刺你几十回吗 疼不疼啊 不疼 这上你冲锅了 别动 还行吧 你这笔奏一顿还解切吗 你今天来找我 是来跟我道歉的吧 你挺冷套的呀 我得走了 我得走了 什么意思啊 公司出事 陈开一被开除了 真的假的 连我都知道 陈开一是内地版的 时尚女模头 你们公司疯了吧 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道歉的 那你是我给你道歉 我是想让你知道 乔治的事情你不要再查了 我自己会查清楚 不管顾明山跟你说了 什么那些都不重要 你不要再生气了 我爱你 我不应该把两人 瞬间混成一谈 走吧 我爱你 我不应该把两人 瞬间混成一谈 走吧 你臭不要脸 你说完就跑 你没走 你干吗呀 陈开一出事的 你去有什么用啊 我不知道 当初得去到公司 我送你 我开车了 车留点我送你 我得去你公司看看 你去我们公司干吗 爱我就得听我的名字 怎么了 咱们姐妹聚会 咱们姐妹聚会 还只能在公司啊 没有 就是 觉得怪怪的 对吧 哪儿怪了 说不上来 就稍微有一点点怪怪的 你看你们 吃个饭 心理压力可别那么大 这搞的 这搞得我们也挺 对了 对了 李娜 扫地神僧可说了 白羊跟水瓶特别合 你是白羊吧 我水瓶啊 你看 咱们能成为好姐妹的 是 还有蔡飞 咱们仨都能成为好姐妹 我们从来都不是好姐妹 也不是朋友 你看你蔡飞在说的 未来会成为好姐妹 你说是不是 是鲁冰冰让你来找我们吃饭的吧 你有必要这样吗 弄得大家都尴尬 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又怎么样很重要吗 现在饭都没吃完 大家不欢而散 你觉得这样很好啊 郁晶晶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姐妹 亲姐走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说了吗 让我们加入她们 她说加入我们就要加入吗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对她们这么大敌意啊 你忘了她们之前是怎么对你的吗 那是林雅南跟她们没有关系啊 你为什么那么擅长忘记啊 你怎么 什么事情都要记得嘛 就像石头一样压在自己身上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这样就值得啊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每天都在做噩梦 就是因为你给自己身上 压的担子太多了 我希望你好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忘记那些不好的事啊 那要像你那样吗 像个闪子一样 去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跑 倒立啊不让眼泪流下来 这就要放下 你骗自己的本事我学不会啊 行了 知道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好 对不起 我不应该答应于晶晶这个饭局的 于晶晶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朋友 这个饭局就是鲁冰冰让她和我们套交情的 为什么要套交情呢 特别简单 因为我现在是主编助理 你要明白 我现在的举动不光代表着我 我说的话 我的态度 我发出的信息也在代表肖主编 而你天天和我在一起 不是你我根本不会去那个饭局 这就是我们对于晶晶的价值 价值你懂不懂啊 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啊 我们不这么想不就行了 如果我们这么想了 那你就只是肖洪雪的助理 这个职位不重要 你是谁才重要 我只想做她助理 我是谁没那么重要 重要 你是谁 蔡飞是谁 这都很重要 我做流程编辑的时候 谁用正眼看过我 我是谁 谁在乎我 好 那我问你 你和肖洪雪 谁是鸡蛋 谁是抢 你今天是主编助理没错 那你跟于晶晶 谁是鸡蛋 谁是抢 今天勤勉辞职 肖洪雪 向庭峰 谁是鸡蛋 谁是抢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不想说什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你快乐 我希望以前那个蔡飞回来 我们有什么不高兴 我们再回家之前解决 好不好 以前那个蔡飞不会再回来的 还有 你现在住的地方 是我家 不是你家 好